高考在即 中考马上也要到了 但是你敢给孩子喝所谓的聪明药吗 每年一到中高考季的时候 社会上就有人在卖药 卖什么药呢 聪明药 有很多家长不明就里被人蛊惑 有人就告诉他们说 你孩子是不是学习挺辛苦的 尤其是高三的学生 学到半夜12点是司空见惯的 这个时候有人就跟你讲 你喝点聪明药 马上耳聪目鸣 一下子这个精力就饱满了 思路也打开了 复习更有需要了 高考能多考很多分 还真有家长敢于给自己 孩子饮用这种聪明药 是啊 前一阵子各地中考体育家事的时候 不也有新闻传出吗 有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 在体育家事的时候 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呢 让孩子饮用兴奋剂 说实话 哪怕这个兴奋剂啊 聪明药啊 它好用 你也不应当饮用吧 你这也是明显的破坏规则 不公平吧 更何况这些兴奋剂也好 聪明药也罢 它真有用吗 它对你的孩子不会造成伤害吗 很多医学专家都说啊 所谓的聪明药都是一种精神治疗类的药物 有病的病人 你服用这种药 它是治病的 对于没病的人来讲 你服用这种药 它不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吗 是药三分毒啊 而且以往有过案例啊 有的家长人家还不是高考前夕 让自己的孩子服用这种药 是一进入到高三下学期 提前几个月就开始服用这个药 好像一开始啊 这个孩子啊 在这个药物的刺激之下啊 精力变得更充沛了 复习到半夜12点 也不叫累不叫苦了 结果呢 时间稍一长 孩子好像对药物有了依赖 一不服药 整个就精神不振 另一方面 身体好像出现了大问题 是啊 一个健健康康的人 你给他服用各种各样的精神类药物 那你这不是摧残自己的孩子一样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高考复习 我们凭的是自己的实力和耐力 你去给他服用兴奋剂 你去给他服用聪明药 哪怕对孩子身体没有损害 你这也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做法 何况真的有很多孩子 因为服用聪明药 已经身体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特别的提醒广大考生家长 聪明药这种事 可千万别信啊